大家好,記得是月頭,加入Patreon,整個月給你吃光就最好 接下來很快有專屬直播,明天晚晚深夜12時,萬成對萬聯 記得要參與聽我拿到正選陣容之後的再預測分析 另外今天Patreon也會有這場萬事打比賽前獨家預測 記得要加入Patreon 今天我們去到節目的時候,會先跟進利物浦和車路士打完聯賽杯決賽之後的足腫杯表現 再會講一下鴨巴摩域治,這個很大機會是未來不會再是車路士老闆的這件事 先講利物浦打完百二分鐘捧了杯之後當然也浪費了很多體能 但是周中又要打足腫杯,不過又幸運 利物浦現在敬意有足夠的進攻點,可以讓他任意輪換 前面三個正選進攻點,今次我們看到是祖達、奧列治、南野托實 哎,好了好了好了,真的好了 三叻擊是接近完全休息,只不過就是文尼今天去到八十幾分鐘,又出來踢過一會兒 這個沙拿有得休息,發明路繼續安心養傷 除了今天打正選的三個祖達、奧列治、南野托實之外 還有四個進攻點在休息,終於不用擔心 就是利物浦會不會有雙兵潮,因為救人 可以大幅度輪換可以休息,也不再擔心下半季有沒有調整期 可以繼續拼搏到底,盡情輪換 相比萬聯來說,我相信萬聯現在都不夠膽在祝總盃對諾域治有這麼大幅度的輪換 所以冬季轉盃出去買不買到進攻點,真的差很遠 雖然今天大幅度輪換之後,必然影響了利物浦控球在局的穩定性 開頭來說都比諾域治壓迫有點亂 後防線都多了些壓力,但後備球員難得有一打正選 勝在就肯跟你拼搏 所以也不是很害怕諾域治的壓迫 而諾域治其實也比較專注英超的護級 變成這場足夠,利物浦都是輕鬆過關的 利物浦26分鐘很早就可以領先到 諾域治的少過雞防守 收縮的時候是後防線過度收縮入了禁區 兩邊空空如也,利物浦輕輕鬆鬆 站定定拿球,不用破密集入了禁區等球 深尾卡斯可以站定定,禁區裡邊 就是拿到球完全不用破密集 也縮短了就是明米明米的距離和難度 令到歐域治可以禁區裡邊 就是有這麼多空位可以拿個高球下來 輕輕鬆鬆再慢慢交給旁邊的南野托實射入 在英超哪有這麼輕鬆可以拿個高球下來禁區裡射 用腳射吧 之後諾域治都很快認命了,開始都不壓迫了 慢慢放棄 利物浦控制大局埋 上半場再拉開的紀錄就是 角球又是斬入去禁區裡輕輕鬆鬆 大把時間用腳拿個高球下來再用腳射入 這場球落域治都很快就放棄了 南野托實今天入了兩球球信心大增 打起多些後備球員當然好事 不過我們今天也看到奧烈治打正選 就沒有平時打後備那麼好 平時後備入替有體能優勢當然容易踢 打正選沒有體能優勢就沒那麼輕鬆 變成奧烈治都多了一點失誤 不過無損利物浦就輕鬆過關 相反車號士的晉級就辛苦得多了 車號士捉總盃作客英冠分子排第六的勞頓 大需要兩度落後才可以反超贏2-3 原因就是他們很早落後 後防線多傷兵 連諾夫斯卓都要下串打中堅 開球一分鐘就輸了個高球的角球 是沙啞不夠高度 單對單都錄不到 對手比別人高過他 頭鎚屈死了 不過這個也不是最大問題 最大問題是盧頓這個對手 今場賽事一開始出了飲奶力 和你不停重金屬壓迫 車號士打完聯賽杯決賽當然辛苦了 還要對著你這一支就是肯拼命的英冠對手 所以車號士組短都真的未有什麼心理準備 要這樣跟你去困 我們都可以見到車號士組短的球員 有些肯拼,有些是在做夢 未肯拼 肯拼那些當然是打開後備 平時沒什麼正選那班 中後場球員通常都是 受到壓力 他們不介意快打快 他們會用長距離連結打上去 他們都想跟這個對手打來回高速球贏級數 但前面那班車號士球員 就是想踢回控球 在局控制大局就不肯跑 結果整隊車號士組短來說 前場和後場是有矛盾的 同床異夢的 是未能一致作戰的 所以26分鐘來回高速球當中 入回一球的都是中後場 平時沒有正選 通常打後備的三號尼古斯 去入球的 之前我未叫大家留意一個網站 叫做365tips.com 看看他們的best tips AI人工智能預測能力 和我用人老預測的比拼 經過了我大概一個月來的觀察 發現人工智能的準確程度 都可以去到八成 而且7天之內 他們是可以預測40-60場賽事 我們用人老去預測 始終沒有那麼厲害的效率 所以我們都開始要接受 就是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的年代 這個best tips 就是用大數據 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的往績 數據變化 戰術運用 基本實力 最新情報各樣的不同因素 全部整合 再計算出就是預測的結果 現在他們還在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頭7天 只需要20元美金 記得要click入info box 那條link 把握優惠的機會 等到半個小時後 正選球員才開始慢慢覺醒 才開始肯跑多些 同一時間 勞頓的體能開始慢慢下降 壓迫沒那麼厲害 車路士才叫做 踢得舒服些 不過面對密集的時候 天武雲娜沒有意識拉邊 繼續踢到好像林帕特時代 在中間的無所作為 所以即使有奧道爾打在右邊也好 車路士都只能單邊變形 未能雙逆齊飛 控球再舉老鼠拉龜 組織容易失誤 變了39分鐘都被人打過反擊 莎雅莊為失敗了 半場車路士再度落後 去到下半場勞頓全面收縮 但車路士因為面對密集 結構單邊變形未能破密集 還是老鼠拉龜緊要等 車路士要等到67分鐘 對方後防線嚴重犯錯 面對著高波跳起 都完全頂不到波 完全是判斷錯誤 這麼容易才是 適合後邊天武雲娜 冷手走的熱戰隊2比2 整件事都真的一路要等 等到什麼呢 除了等對方失誤之外 還要等天武雲娜多點跑去旁邊邊線 偶然拉邊 不要再不停堵塞中路 車路士拉開進攻面 才有機會再進 就是講70分鐘之後 天武雲娜就開始多點跑去兩邊 開始起到一些作用 去到77分鐘 就要靠他繞去右邊那邊 再做六頁插入 45度角插入禁區地波全中 產生努卡古必入球 這樣才反級2比3進級 車路士的第三球 就是天武雲娜插入 是破了密集的 明顯是看到 天武雲娜偶然拉邊 就破了密集 即是說他要多點拉 他必須要做到合理的站位 走位套路 車路士才會有前途去做到組織 不過說到前途 車路士的老闆 就真的在英超沒有前途 他一定要賣盤 看回頭 他入主車路士19年 一共幫車路士獲了21個冠軍 當年車路士還是一支有負債的球隊 他一來到馬上還清了欠款 而且還在轉購市場累積用了24.4億歐元 用錢買人更多過曼城和曼聯 令車路士由本來一支 只不過是中上型班 躍升成為一支鐵一般的強隊 班霸級球隊 看得出我巴默的位置 他搞體育 真是為了夢想多過為賺錢 跟其他強隊的老闆 真是很不同的 最終他也終於嘗試到 兩次歐聯冠軍達成夢想 都算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投資者 當然不停有人對於他在車路士的投資 與政治掛勾 但我可以用一個人作為比較 其實阿巴默的位置 一直都避免與政治有關係 就是之前AC米蘭的老闆 這個就是貝魯斯乾尼 貝魯斯乾尼一等一與政治掛勾 他入主AC米蘭 用錢去帶AC米蘭上來拿冠軍 是為了支持他競選意大利總理 是一種手段來的 但阿巴默的位置 完全是沒有牽涉和英國政治有關係 可惜撞到大家都不想見到的戰爭 雖然阿巴默的位置入籍了以色列和葡萄牙 但人人仍是記住他的資金來自俄羅斯 都可以說避無可避 他就受到很大的壓力 他唯有要賣盤 車路士很可能從此就是因為這個可惡的戰爭 而沒有了一個真心為夢想 而不是為賺錢去搞體育的老闆 對英超的長遠競爭性來說其實是相當可惜的 而紐卡蘇的老闆很可能也覺得不幸運 因為如果沙特拉伯的主權基金等多一陣 等多一兩年之後才進軍英超 可能現在他們買到的就不是紐卡蘇 他們現在買的可能是車路士 時也命也 紐卡蘇得到了紅口的資金幫助 但車路士現在的前途就是未預約了 我會再在Patreon片尾彩蛋那裡再說多些 對於阿巴摩維治今次賣盤的真正動機和看法 以及國際足協禁止俄羅斯國家隊參加世界盃的看法 阿巴摩維治擁有車路士 到底和俄羅斯國家隊有什麼分別呢? 記得要去Patreon繼續聽下去 以及多點Like 我的影片才會被推送 多謝你們了 如果你也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安裝一個拍住上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